这是什么比赛 哥哥拿了铜牌 弟弟直接掌握金牌 这是什么比赛 让比赛打到决胜局 一郎跌断起伏 这是什么比赛 让16岁少年躺在地板上庆祝 全场欢呼 2023年欧洲运动会难当决赛 16岁的法国纸板新星 菲特克斯·勒布伦 和葡萄牙选手 弗雷斯塔大战7局 上演了精彩的交锋 在决胜局中 双方依旧在极限拉扯 高潮迭起 最终勒布伦逆袭取胜 以13比11夺冠 分顶欧洲 闪耀拼堂 第一局 弗雷斯塔先发智能 连续得分 一记防守斜线 直接轰出6比0的开局 此时勒布伦才勉强进入状态 欧洲选手大开大盒 常常会有精彩的神仙球出现 弗雷斯塔的这球 多少有点不讲道理了 弗雷斯塔连续失误 勒布伦反手加力 终于拿下 这一局 勒布伦挖坑太大 后面再追 有点太难了 勒布伦的反手力量很足 精彩的攻防 勒布伦的抢攻 让对手不得不连续后退 连续得分 拉开差距 继续扩大优势 勒布伦的衔接和防守 这反应速度太刺激了 勒布伦扳回一层 双方大比分占平 台内球也非常细腻 第三局再次打出了 侵略性和稳定性 完美的开局 继续扩大优势 继续扩大优势 勒布伦的一步抢攻 总是充满了威胁 没有逆转的可能 勒布伦再下一层 以2比1领先 第四局的局面再次颠倒 弗雷斯塔连续得分 对手以5比1华丽开局 勒布伦强势 三次追赶 但这样的失误 有些可惜 又是一波 连续丢分 这最后时刻 勒布伦居然崩盘了 连丢6分 输掉了这一局 刚开始 弗雷斯塔就连续爆扣 这次勒布伦 反手的很稳健 有点上一局 类似的剧情了 勒布伦 陷入了危机 此时勒布伦距离输球越来越近了 还是没能顶住 11比7 弗雷斯塔拿下了关键的天王三之杖 精彩的多拍 精彩的多拍 OK 加油 勒布伦占据优势 连续得分 拉开差距 福雷斯塔 没能把握住机会 这一局直接被轰出 10比1的比分了 勒布伦再次追平 双方进入 抢7决胜 决胜局 勒布伦主动发力 敢打敢拼 连续正反手的衔接都充满了力量 注意看 这时剧情又一次发生了逆转 勒布伦连续失误丢分 对手开始逆袭 对手开始逆袭 勒布伦斯塔 轰出了7比1的高潮 逆转取得了8比6的领先 关键时刻 勒布伦终止了颓势 7比9落后了 真的危险了 再度追平 再度追平 难当决赛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一板22拍的中远台队拉 彼此多次变换线路 勒布伦艰难拿下了这一分 可惜了 这一分没有拿下 勒布伦左右调动还是很强 对手也是愈战愈勇 勒布伦反手得分 13比11 勒布伦艰难逆转 赢得了最终的难当冠军 他激动的躺在地板上 扔拍庆祝 现场彻底沸腾了 16岁的少年夺得了欧洲冠军 哥哥在看台上欢呼 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 关键分主动变化 主动变现 主动进攻 16岁的纸板少年 给了欧洲无限的希望 反观中国拼弹年轻的接班力量 又在哪里呢